为什么饭店里面的酱龙骨特别的好吃 而且颜色特别漂亮呢 今天老弟教给大家 这龙骨也就是猪的脊梁骨啊 给它剁成不大不小的块 凉水给它下入 一定要凉水下入啊 你要是开水下入的话 往里放毒 汤紧了血水出不来 老弟借口量的给你们说的仔细一些 让你们在家里面都能学的会 煮出熊沫以后把上面的浮沫给它冲洗掉 要想颜色漂亮必须得炒糖色白糖啊 家里面调节好的用冰糖 给它炒成枣红色 看到没有 就这种颜色 把龙骨给它下入 象征性的翻炒上五六七八下 这颜色不就上来了吗 然后倒出来备用 大号葱姜蒜 给它炒出香味 一定要炒出香味啊 然后加入桂皮香叶 干辣椒 花椒粒一个八角 给它炒出香烈的味儿 然后加入黄豆酱 就这么一坨啊 够 给它炒出酱香味 围到香味以后 再给它补点老抽进去 不要太多啊 太多嘎黑了 这些排骨上过色了都 然后往里面添水 水不要太多 也不要太少 就我这么多就行 中途既可量的不要往里面添水了 添水的话 肉就不香了 再来点生抽酱油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 中途加入盐鸡精胡椒粉 最好用料就给它稀释一下 这你要不稀释的话 胡椒粉往里一放 嘎 抱团了 给它煮到啥程度啊 汤汁下去一半了 捞出一块排骨来 用手枯次一掐 看到没有 骨肉分离了 这样还不行 再大火给它收汁 让它颜色还有味道更浓郁 这里面的葱姜蒜啊 得一剪的话给它剪出来 不得一剪拉倒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鸡不能陪你一生 但那是你的胃 满满灯灯 双鸡